羽毛 拜託大家來加加這個 還有通往天堂的鑰匙 透過這個窗戶 你真的可以直接看到龜山島 號稱離龜山島最近的酒店 近的遠的都有 到處都有 因為你不知道要看哪裡 嗨 大家好 我是奧翔學友的Haven 我是奧翔 我們今天來到教西轉運站 因為我們這次的行程 要帶大家去那個很神秘的龜山島 你知道為什麼說它神秘嗎 因為它其實不是我們想去又可以去的 因為它是從2000年才開放民眾觀光 那還有開放時間 還有人數上的閒置 要去真的是頗困難的 那我們這一次 除了要登山龜山島之外 還會去賞金 每年的4月到10月 都是最佳的賞金時期 據說只要天氣不是太差 都可以看到 我真的很期待 那其實我們是明天 才會開始龜山島行程 只是因為明天會很早就要出發 所以我們是在前一天 就搭高鐵先北上 那我們這次的行程跟住宿 都是透過藝油網上面訂購的 最棒是他們現在有高鐵加加購的服務 覺得他們最高可以省600元 雖然目前市面上最高優惠的高鐵加加購的活動 真的是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好看 對 那再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要入住的飯店 是今年2月才新開 如果真的很新又很漂亮 那就跟我們一起出發吧 走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 南洋五十港海津酒店 它這裡啊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他們有南洋八景其中的四景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個龜山朝日 就從房間就可以看到龜山島的樣貌 而且這裡還有提供半露天的SPA用紙 我們就可以好好的聽明天的龜山島自己做準備 我們就去Check in吧 走 好 我們現在進來啦 因為這間真的很新 它就是現在其實還在試營運 當然我們周圍可能會看到一些他們還在調整的地方 然後就可能會有一些梯子 然後我很喜歡它上面這個燈式 超可愛的 就有一個海洋的意象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隻大海豚 然後我剛其實已經是Check in完了 我們就先去房間看看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入住的海景四人房 空間上就是足夠啦 沒有到說非常非常寬敞 但就四個人就夠了 心理箱擋開的空間也都還是夠的 當然這裡就是最重點的 來 請轉箱 這邊 真的是 大家好看到嗎 這真的是 透過這個窗戶 你可以直接看到龜山島 這裡這裡這裡 它在這裡 我們就是號稱離龜山島最近的酒店 其實我剛剛有覺得它的電視很大 反正在那裡看電視 讚喔 對 好 我們現在來它的浴室 來 要跟你特別介紹 它只要八樓以上的高樓層 都有這個奈米牛奶浴 他們說它是透過那個水衝擊出來的水分子 所以讓你洗起來會滑滑的 像那種溫泉泡溫泉的感覺 真的假的 它是要先住滿水 然後再自己打那個泡泡 廁所跟領域間是分開的 好 那我們現在它房間都開箱完 我們就帶大家去看他們那很厲害的 半路天的SPA泳池 了 我現在來到他們戶外泳池 然後他們戶外泳池開放的時間是 每天的下午2點到晚上10點 目前是4月到10月會開放 它這旁邊還有座位去看一下 它旁邊還有一個SPA池跟兒童池 應該是比較符合那種家庭式的 可能小朋友在那邊玩水 爸爸可以坐在旁邊等這樣 我剛剛看它那裡也有提供小朋友的游泳圈 對 那前面也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像現在播放的就是DVD 然後每天晚上也都會播放不同的電影 會有池叛電影院的那種很Chill的感覺 晚上大家也可以來這裡看電影啊 然後我們玩水這樣 不過我們剛剛有問那個工作人員 他說目前都還是常溫的狀態 所以如果是天氣比較冷的話 自己就要斟酌 是不是適合下水 那我們就在這裡拍拍照 然後等一下他們這裡有很厲害的晚餐 我們會帶大家去吃看看 嗨 我們現在來到海景全日餐廳 要來吃晚餐 他們的晚餐是自助吧 真的不要再說太多話 我們直接進去看 然後我們要一直來這邊 哇哇 它海鮮其實很多啊 因為它這邊就是離海港很近嘛 就是海鮮新鮮直送耶 哇啊 它真的看起來都這麼不好吃 難怪大家都說他們的主廚很厲害 就像我走過來之後 然後我們攝影師在後面 他說這裡是天堂 邊路邊說 拜託大家來加加這個 還有通往天堂的鑰匙 我真的太希望我在這裡有吃 可是這裡太猛了 平常吃自助吧 還滿多就是會自己不太喜歡吃了 我到現在每一個我都想要夾起來吃 不知道它是不是 這種看不重要 沒有 等下只試看就知道了 我現在來這裡是 因為它這裡有現燙牛肉湯 這個很酷耶 好辣喔 我們都拿超級多 因為每一個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對 像他們很喜歡吃水魚片的 是這樣 拿超多 一大盤 這真的是現點現切的 還有牛肉 可能它有些人不敢吃太深 所以它的熟度其實都固定的 會有點咬勁 但是它的口味是好吃的 除了海鮮或是異國料理 他們也有這個很特別的 是大人鹹酥雞 還有像來到宜蘭這邊 一定要吃的這個三星補肉嘛 我覺得第一次很好吃 站在我目前吃過 就算很不錯吧 我覺得大家如果來到這裡 真的需要夾價 雖然它是夾價 可是我覺得很可以 除了我們剛剛講這些食物以外 它還有很多酒類也是可以喝的 對 所以很有限時間 就是這個時間之內 你就是可以無限吃 無限倡演 妳是不是還有什麼事要告訴大家 吃到的忘記了 他們有定點接駁服務 這是很貼心的 就是你們只要提前預約 他們又可以開車 然後大家轉眼站 載你過來 對啊 像我們今天來的時候 行李也不要自己吃 有一種尊榮庫 對 其實這裡真的很像天堂 那我們就要認真把這裡吃一吃 明天再帶大家去龜山島玩囉 嗨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已經在投城雲會這邊集合 準備出發今天的行程 那今天的行程我們一樣 是在夜王上面購買的 去繞島上進 然後也會登上龜山島 帶大家介開它的神秘面上 而且他們會利用海底聲納探測器 來偵測魚群的位置 據說只要天氣不錯 應該看到的機率很高 現在看起來應該不錯吧 對 所以我們人品大包包看到很多金魚 那我們就進去集合吧 跟大家說一個壞消息 我們沒辦法登島了 他們其實昨天就會風浪比較大關係 所以就臨時宣布封島 那今天我們想說天氣很好 應該沒問題 但沒辦法一直封島 一樣會有就是繞島跟賞進的行程 好吧 但還是可以看金魚啊 希望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隻金魚 拜託拜託 那這段時間就提醒大家 如果會暈船的 真的要吃魚 而且還有時候風浪比較大 那個船應該會蠻晃的 好 現在要登上船啦 真的很緊張耶 可是有點興奮 很像戶外揪詢 好 我們現在上船啦 然後來跟大家講一下龜山島的來由 它是位於宜蘭的外海 然後它是台灣目前最年輕的火山島 目前比較懂說法的話 是說經由多次的海底火山爆發 然後形成的 其實在1977年以前 島上是有居民居住的 只是後來歸化為軍事用地 所以島上的居民就都遷移到本島 一直到2000年才重新開放可以登島觀光 然後當然還會穿個舊身衣就要忙出發了 走 我們現在已經到牛奶海了 牛奶海是近一兩年超夯的景點 也是八景之一 行程原因是因為前海的火山熱泉不停湧出 讓海水由原本的深藍色轉為前藍色如白色的奇特景象 後面就是401高地 是龜山島最高的地方 島上最高點大概海拔398公尺 加上三米的兩層景溫台共401公尺 所以稱為401高地 很多人都會在上面拍照 景色很漂亮 可是因為今天風浪太大不能登島 所以我們就只能在下面看 有有有沒有看到海灘啊 哇好多好多 有說人說蝦 我可能大概有三四百隻 然後會那麼多的原因 因為他們家繁殖季節 他們來這裡點一下 對 每年4到10月就是他們的繁殖季節 你們這數量比我想像 那種還要多超多 好強喔 而且我們現在剛好太陽也出來了 天氣有變比較好 好可愛喔 這裡近的遠的都有 到處都有 永遠不知道要看哪裡耶 好那我們今天龜山島行程 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算比較可惜的是沒辦法登島 但是其實我覺得 清晨也比想像中有趣很多 大家來不要再只覺得 龜山島再有牛奶海了 真的不只 對啊可以講那個海豚 他們這個數量真的多到我沒有 我沒有想過會有這麼多 整個清晨有看到那麼多海豚 我真的覺得就是值得 那我們這次入住的 蘭陽烏斯港海景酒店也很棒 我覺得推那個晚餐 大家一定要加購 我們現在去的是市營運的期間 之後他們還會有那個 頂樓的sky bar 就是順時會越來越多 大家可以關注他們的官網 那我們這次行程在一流網上訂購了 所以我們會把訂購連結放在資訊欄 那如果是像我們 因為天氣因素 沒辦法登島的話 那他們也會退還登島部分的費用 或有要搭乘高鐵的旅客 絕對也不要出過他們的高鐵加加購的優惠 這個優惠不是只有限定在我們今天體驗的龜山島行程 不是行程類的也可以加購 像是什麼訂房啊包車租車露營 這些通通都有 大家都可以到他們網站上去參考喔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看完要記得幫我們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 或是想看我們去哪裡 我還可以留言分享跟我們說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